哈喽大家好 我是桑桑 今天我们家又要整地了 把这块地整出来 来种那个凉薯 这个大头菜都剁掉去 留两个剁种就可以了 可以要吗走走 不要 不要 这图每年都种菜 其实还是挺好挖的 很蓬松 凉薯做好的产量也是很高的 而且很好吃 白白的可以炒菜吃 然后也可以直接光着吃 我们家也已经有好多年 没种过凉薯的 今年的种子是我在莽上买的 然后育了这个芽 有些粗了 有些没粗 把这些粗了的挑出来 我们今天就可以去种了 这个怎么说呢 这个育苗还挺麻烦的 刚开始的时候要学泡 泡了以后 然后就用个布装起来 就一直保持一个20多度的温度 反正就跟我们就是种那个样苗是一样的 妈妈他们也是比较有经验的 不过这次买的种子好像不太理想 好多没发芽呀 有绿盆吧 对 有绿盆吧 这个凉薯种的不用那么密的 基本上发芽了 种下去成果率就比较高一点 埋土不要埋那么深 差不多就是有种子 两倍那么厚一点点就可以了 先种下去 等会再来浇点水 干净的鸳鸳吧 加油 多浇点水 因为还是刚刚发的芽嘛 多点水的话 它发的还是比较快一点 妈妈那边快种完了 有这么大一块地 种这个凉薯 应该够吃吧 我哥 绝对够了 以前我们说这边好多能种那个凉薯 现在地乌都不怎么种了 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我要把这个凉薯给它种起来 是吧 这个凉薯 你说既能吃 酸吃还能炒的吃多好啊 还没想着吃的 这是新吃法 我还没吃过 下次你弄到来吃 想我们丰收了啊 嗯 最后一步就是盖上这个稻草的啊 这个稻草 是一定要盖的 哎 出大太阳的时候 它可以防晒 天气降温的时候 它又可以保暖 还可以就是防长潮啊 等它全部这些烂掉了以后 又是肥料 百利而无一害 特别好 总之反正我就已经种下去了啊 就等到你之后 看有没有凉薯吃了 今天就先不要到这了 拜拜 拜拜 喜爱 món 好 好 看似的